尤华牧師在主日信息分享到 歷史上的共同信息解開了一個千古之謎 就是Freemason 的真正角色 原來他們在十王的手下 為了要完成神在時間軸的心意 但是這個時間軸終有一天會完結 因為當罪臨到世界 人類的敗壞和罪惡將會累積至極限 屆時神也會按著祂的公義審判全世界 另一方面 歷史上也有另一批人 是愛主的基徒 他們沒有被這個世界污染 在歷史成就一個又一個的復興 活後日子 最終有一班人能夠累積前人的所有復興 成長成為神的身符 有著神的全然形象 他們就是神所佔納真正的神子 當得救的人數天滿的時候 地球的角色完成 時間軸也會告終 事實上 神的審判並非沒有先例可尋 在羅雅的時代 神因人類犯罪 以洪水毀滅全世界 在阿伯拉罕的時代 神毀滅所多馬 荷摩拉 兩次的審判當中 神也是先救出異人 羅雅一家八口藏身於荒舟 而被滅絕地球所有人類的洪水 而羅德一家 也是被天使從所多馬 荷摩拉引渡出來 避過審判 這次神將會審判全世界 這樣神必定會預先讓所有愛主的基督徒被提 並非神對罪惡事而不見 只是神的恩慈給予人類一次又一次悔改的機會 但是到了這個世代 人類惡冠滿營 所以神會再次以Planet X所產生的災難 審判地球 但這次的審判和之前幾次都不同 這次不但有著天災和戰亂 並且有敵基督掌權 迫白所有留下來的基督徒無依人 他們要植入666手印精片 使他們失去救人 啟示錄提及被提之後 地球上面留下來的人 最少有四分之一會死於各種災難、 戰亂和敵基督的迫白 而拾皇的工作如同過去的君王 在主耶穌降生之前 為主耶穌建造耶路撒冷城的場景 讓主耶穌得以完成神的時間軸 成就救恩及前四個以色列節旗 拾皇亦為我們預備了場景 就是建設共同信息 讓我們得以完成神的時間軸 成就最後三個節旗 同時間拾皇亦為歷史的完結而預備 就是預備三個節旗完成之後 必然出現的大災難及敵基督 原因主耶穌的時代之後 地球還有二千年的新約教會 和救恩時代 但是到了我們這個世代 先經讓我們知道 敵基督和大災難的出現 是由於神審判世界的罪 因此拾皇就此作出準備 一方面向世人隱藏Planet X的資訊 免得他們過早陷入恐慌 並為Planet X的來臨而預備 令最多人能夠存活 不至完全滅亡 另一方面 拾皇布下圈套 為他們被提後才出現的敵基督 留下重創 於末後三年半 令敵基督和其爪牙 作惡的殺傷力減至最低 原因 啟詞錄提及 末後的巴比倫 將會於傾黑間被毀 啟詞錄18章1-3節 此後 我看見另有一位大有拳柄的天使從天降下 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 他大聲喊著說 巴比倫大成傾倒了傾倒了 剩了鬼魔的住處 和各樣污衛之靈的巢穴 畫作牢獄下童 並各樣污衛可憎之著了的巢穴 因為列國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傾倒了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 地上的客廂因他奢華太過就發了財 原來 末後的巴比倫就是原先有著皇后委訓 於近代基督教最昌盛、最多猜傳 以及最多真理復還的美國 可惜的是 美國人因奢華太甚 轉來了神的道路犯下各種罪 成了神眼中的淫婦巴比倫 因此 神於傾黑之間毀滅整個美國 十皇逆章計就計 引動俄羅斯偷襲美國之餘 亦不讓美國察覺俄羅斯的來襲 正如偷襲珍珠港 911事件讓他們的偷襲計劃成功 就如AA Allen 於1954年7月4日國慶日的異象 看見美國 將會被海裡射上來的飛彈 傾黑之間毀滅 情節正如啟示錄18章7至11節的描述 啟示錄18章7至11節 他怎樣榮耀自己 怎樣奢華 也當叫他照樣痛苦悲哀 因他心裡說 我在了皇后的胃 並不是寡婦 決不至於悲哀 所以在一天之內 他的哉樣要一起來到 就竟死亡 悲哀 飢荒 他又要被火燒盡了 因為審判他的主 神大有能力 地上的君王 素來與他行淫一同奢華的 看見燒他的煙 就必為他哭亦愛好 因怕他的痛苦 就遠遠的暫著說 愛在愛在 巴比倫大成 堅固的成雅 一時之間你的刑罰就來到了 地上的客廂也都為他哭入悲哀 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了 當俄羅斯成功毀滅美國後 就可以揮軍南下 為了奪取郭蘭高地的石油資源 聯合敘利亞、伊朗等國家 一同攻擊以色列 但因著他們舉起重石頭的緣故 神亦可以一日之內重擊俄羅斯 如此 即使敵基督於所有基督徒被提後 接管地球 但因著世界兩個大國已經元氣大雙 失去軍事力量 因此 敵基督仍無法輕易 以美國及俄羅斯的軍事力量去統治地球 大大減弱了他們於三年半作惡的力量 十王除了設下這個圈套之外 亦部署了另一步 對付他們離去之後變質的freemason 原來神定下十王的角色是成為撤迷者 於歷史裏面留下共同信息成為謎題 為著塑造末後的解謎者 因此 他們以秘密社團方式 組成自由石像freemason 為他們效劳 freemason亦確實是自由的石像 因為他們以幾百年時間 一步一步建造所有共同信息建築 建構出現今的世界 到了近一百年 十王開始為Planet X以及敵基督的出現而準備 他們仍知 只要自己為神遷迷 協助神完成時間軸 他們亦可以得到被提的資格 甚至有機會成為辛苦 不需要面對七年大災難 以及敵基督的掌權 他們亦知道 被提後就不能夠再抑制Freemason 而Freemason更會變為歷史上最邪惡的敵基督 於是 十王決定將計就計 設下圈套打擊敵基督 十王為了在世人不知情下 預備Planet X來臨 所以透過Freemason影子政府 作出看此不法的舉動 例如瘋狂印鈔 不斷借債 讓政府秘密地投放大量資源建造地堡 推行槍械管制 警察軍事化 建造大量FEMA營 建立總子庫 大量鬼城 背後合謀操控油價 操控貴金屬價格 吹起全世界最大的經濟泡沫 所有事情看起來是如此不合常理 這樣我們就會欣賞這些不法行為 認定Freemason是不折不扣的邪惡秘密社團 認為他們謀取人民所有金錢 以及最終讓所有人都如同奴隸般被政府控制 失去自由 這是現時所有調查Freemason的陰謀論者所相信的 雖然做這些不法事情 確實可以令幕後黑手變得更富有 但一般人並不知道 其實十王早已欣賞預知將來 成為世界上最富有、最大權勢的人 他們根本不需要從人民身上榨取更多 而十王執行這些不法計劃時 是盤算著讓一群最壞的人 甚至是敵基督加入 成為奸惡的Freemason 去賺得全世界 對於奸惡的人而言 得到利益和金錢的機會 就好像看見無法抗拒的餘利 即使雙天害理 背信棄義 損人理己 亦在所不惜 因此 十王因爵對人性的理解 就將計就計 既然他們必然會犯罪 就設計讓他們受控地犯罪 例如 葡萄牙面對毒品問題時 因為染有毒癮的人太多 既然不能夠倒絕 政府所使用的方法 亦不是嚴刑進發 反而是某程度合法化 使毒犯不能夠賺大錢 減輕因毒犯而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 亦令有毒癮的人 不需要買入假毒品而致死 又例如 當十王決定以印刷方式 量化寬鬆預備Planet X來臨時 銀行家就以犯案方式 賺取更多金錢 當過去就有銀行 因提供虛假資料強行收樓 而支付36億元進行和解 亦有銀行 在不法銷售案揭證券事件中 同意支付249億元 以結束有關部門的調查 亦有銀行因著不良案揭申請 而支付93億元和解費用 甚至有更多銀行被揭發 藉著操控利率而得利 他們為著賺錢而不責手段 依仗自己是大銀行 即使人贓並獲 只要每次以支付罰款的方式解決問題 明天就可以繼續動腦筋 以犯法方式賺錢 這是不法、不公平、不公義的社會現象 法律不能制裁這群掌管政府和經濟的奸惡 人們亦敢怒不敢言 繼續任由他們宰割 但他們卻慢慢地成為社會的大奸閣 人民公敵 當十皇和全世界所有合資格的基督徒被提後 十皇所留下的權勢和財富 都必然流入奸閣的Fremason以及敵基督手上 這樣,當Planet X臨到 各種災難發生 甚至變成無政府狀態時 人們的憤怒就會爆發 起來反抗Fremason 甚至會如Webbot所預測 追殺Fremason這群幕後當權者 這就是十皇於這幾十年間 刻意留下的計中計 既可以成功為世界預備Planet X的來臨 亦可以為敵基督留下一塊半腳石 出現屬航奸 為世界企業精華 居然會難以為世界製造其中 大學的記者 優先元以為世界代表 有世界總統的進入 感谢观看